从这里到西岸大概四十来分钟就到了 四十来分钟就到了 游览离如何西岸的帝王谷 帝王谷那边不让拍 根本不让带相机进去 所以我们到了帝王谷 马太尼玛我们的教先机 放在车上 叫穆罕默的先祥帮我们顾一下 就很安全 没问题 最冷的时候是几度 最冷的 最冷的 我们从来没有零下几度 最冷 零上六度 一月份 谢谢您 这是二月份 你说二月份来玩最舒服 二月的时候最舒服是最的 真的好冷 尤其晚上就非常非常冷 也会下雨 北部开路那边会下雨 可能台湾下雨就OK 可是我们这里下雨的话就很糟糕 因为都是寿司的 然后走路的时候 一路鞋子都弄脏的 你知道吗 地上都是泥沙 对 而且两天都有水 地上两三天都有水 那就不太方便 这条路两边都是三公里的一条路 右边是路鲁村神殿 左边就是卡纳克神殿 我们重新从地下把它挖出来 四十天在家里不出门 而且穿黑色的长袍 过了四十天之后啊 他就两年在家里还是出门的时候 必须穿这种黑色的长袍 黑色的意思是代表比较难过 这个农民在我们左手边会看到 就是洗衣服都是亲手洗 所以很少有洗衣机啊 那衣服呢就挂在房子外面 晒太阳 然后他们有这种比赛 那洗衣服的 又加那个漂白越白越好 越白越好 所以男生的这衣就挂在最外面 就可以走路的人看一下 太白代表这个老婆就是很大手的 会洗衣服的 到现在还是有这种习惯 你现在内衣呢 洗好了 那就在房间里面就塞干 不可能展出在外面 不可能 就会一辈子丢脸 就不行 所以我们这个习惯呢 死了老公 老公在家里四十天 根本不出门 根本不做饭 根本不看电视 根本不听音乐 代表很难过 为什么四十天呢 因为从法拉网 实在留下了一种习惯 我爱的人相信 等死了之后 灵魂不会马上就逃到来上去 他会在这个世界 就是靠近他家里的四十天 到现在爱的人也这么相信 灵魂不会马上去 给我生汗 不会马上下去 不会马上上天堂 不会马上逃到来上去 要跟着我们四十天 所以我们四十天 要给这个灵魂表示 我们不要难过 你看我们穿的都是黑色的 一点开心也没有 你看我们连做饭也不做 因为在我们的习惯 做饭就是在表开心 然后连唱歌也不会 人 fotografей 连进88月也不会 也 看电视也不会 过了四十天也可以做犯 也对经济虐也没问题 就是老婆出门必须全K字的常考代表很难过 过了两年之后 如果老婆比较年轻要重新嫁出去的话 就可以换书籽 如果年轻到老婆想重新嫁 那就是一辈子全K字的常考出门 另外的如果说老婆的话 那怎么办 其实40天不关胡子 没有别的了 不公平 我们现在要过明日快要离在这里 东岸道去 因为我们的酒流 以前还没有这座桥 我们就只有坐风帆船 或者小气船的那种 用手也能看到这种船在靠岸 等一下今天如果还是明天坐 就该喊过走走的方向 那酒里面的方向就是南部 就是阿苏网 在这里晚300公里 那今天中午1点 到我们的游轮就开航的方向 就是温柔走的方向 那如果我们温柔走的话 680公里 那我们就到了台罗 现在已经到了西安 对法罗网十代